娱乐中心林伟番报导天后版妹去新加坡买四 Dior的衣服加一双鞋子送王思佳女儿 总价高达十多 图翻设字王思佳 天后版妹一个女星王思佳近来生 爱马是假包一云 又被网友指控她的香奈儿包 四野都假货 网红陈怡连日发文 更指人气直播 天后版妹私下雀火速切割 撤下二人粉丝团封面 改放天后版妹独自一人的照片 如今也被挖出二 其实是好姊妹 天后版妹先前去新加坡竟买了 件Dior的衣服加一双鞋子 送王思佳女儿 总价高达十万 天后版妹去新加坡买四件Dior的衣服 加一双鞋 送王思佳女儿 总价高达十多万 图翻设字小姐部 Dyoutube天后版妹日前上小姐不惜D透露去精品店 说随便全包了 至于跟小孩逛街 有没有觉得实 东西觉得没必要买 她霸气表示没有 小孩买的 西都不贵 顶多就是买玩具 整层楼全部买一买 才几万元 王思佳也惊爆 天后版妹有次去新加 完传讯息给她问 你女儿多大 她想说对方可能送东西 没想到收到包裹 吓一跳傻眼 天后版妹 然买了四件Dior的衣服 给我女儿 都是毛料长洋装 加上一双鞋子 总价高达十多万的衣服 对此小S精 你不只为自己小孩花大钱 连对朋友小孩也很 方 天后版妹则表示 自己的小孩都已经大了 索 只能帮朋友买 天后版妹表示 小孩买的东西都 贵 顶多就是买玩具 整层楼全买也才几万元 更开枪版妹 天后版妹 知道从哪里冒出来的 整天上节目炫富 说自己 上一年营业额六亿 六亿一年要缴多少税 她上小S节 说要拿401报表 讲成104 这是有在经营公司的人吗 然 讲很久也拿不出来 网友也纷纷涌入留言 看我 光速刺源刀 王思佳呢 马上撇清耶 厉害